逼迫自殺 所以日本人太可怕了 這個民族當年沖繩島戰役 那美國人真的是打怕了 就是說用原子彈其實是一個對的決定 不用原子彈可能會死上台灣 是是是 那時候就是 真的假設錯了 是 我很抱歉 我們是後來的 所以你已經講到中間的時候 我和我的一些朋友們才進來 然後我其實很 因為我看過非常多的關於戰爭的紀錄片 因為我的一個重要的工作之一 就是做電影和紀錄片的翻譯 所以我看了非常多 然後 但是我現在覺得 今天一天聽下來 我覺得每一個人的發言裡 我覺得都有很有價值的東西 但我其實在那位先生 發言之前 我一直在考慮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的歷史學家們 投入很大的精力來研究戰爭 以及戰爭的發生機制 比如我們現在一直在想 為什麼我是東北人 我在雲龍江出生 我在我出生的地方 我們有很多的歷史檔案 關於日本人進入東北 一開始是墾荒的方式 類似於墾田的方式 那麼那個時候是和平的 然後包括我們居住的很多地方 日本人和中國人是友好相處的 等到戰爭結束的時候 日本人要回到本島的時候 他們是哭著告別的 所以我覺得戰爭 它有很多個維度 它有政治的 有軍事的 還有就是民眾的生活的維度 每個維度是不一樣的 那我就居然在想 我們投入太多的精力 來研究戰爭 以及它背後的發生的機制 比如說它越往南 屠殺發生的越多 對吧 大致上來看 或者是即使我們不從方向上看 也是基本上屠殺發生的時候 都是這個軍隊處於情緒上 士氣上最絕望的時候 它實際上有一個失控的可能性 就我們去研究現在很多 在屠殺發生的心理 機制的時候就會發現 當一個軍隊處於越絕望的狀態 它可能對敵人是越殘暴 因為它自己其實是失控 對嗎 那戰爭當然永遠都是很殘酷的 可是它有的是有效控制的一個狀態 有的是在一個失控的狀態裡 那其實我說這個 並不是說想要談論 為什麼屠殺會發生 因為我覺得我們說 中日的這五次戰爭 我經常在看歷史書的時候 我去看一個大的背景 我覺得從整個過去的一個世紀裡 屠殺是每天都在發生的 就是不只是 我們去看日本在中國發生屠殺的時候 在歐洲屠殺在發生 在非洲在發生 在美國在發生 對嗎 因為我現在暫時住在西墨西哥州 我們知道那個屠殺有多麼慘烈 對於美國本土人的各種屠殺 然後他們終於奮鬥了幾十年 現在建立了一個 美國本土 Native American 他們的士兵的一個 一個紀念館 為什麼 因為他們在那個戰爭中的犧牲 也是被忽略的 所以全世界來看 那個都是亂的 因為如果我們去看戰爭 基本上都是 我對他的戰爭 就是我對異己者的戰爭 對嗎 只要我看 我看不慣你 我可能就會發生一個大的或小的戰爭 所以 在那個大的背景上 而且這個戰爭並不是二戰結束以後 戰爭就停滯了 我們去看柬埔寨 去看緬甸 去看敘利亞 是嗎 那個屠殺其實還在 還在發生 可是我覺得 現在我們這個時代 稍稍跟那個時 幾十年前不一樣的是 基本上和平成為一個 更主流的呼聲 然後 可能諒解 成為一個更主流的呼聲 可是我就在 我就在想 我期望的是有一天 有人去重新寫一個歷史 就在這所有的屠殺和戰爭的背後 那人類的走向那個愛 還有和平 還有和解 那個力量從哪裡來 然後它是怎麼樣開始變化的 包括在中國 我覺得也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 他們開始去反思這個事情 我看到每一次 中國和日本之間的關係有衝突 或者中國跟美國的關係有衝突 就會有一些聲音說我們要打仗 然後有一天我坐在出租車裡邊 我跟那個司機聊天 那個司機非常堅定地說我們要打仗 我們一定要要 像在大陸 對 在大陸 後來我就跟他說 我說我想問你的一個問題是 你有幾個孩子 他說我有一個孩子 我說男孩還是女孩 他說是我兒子 然後我說如果去打仗的話 你會願意派你的兒子上陷上嗎 他說沒關係 我的兒子已經很大了 他不會去上陷上 就是為什麼我們覺得犧牲別人的兒子是可以的 然後自己的兒子 然後我有朋友 因為現在富有了想要移民 看了很多國家 因為很多人並不了解國外的情況 所以有一天 有一天他跟我說 我決定我不去新加坡移民了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 去新加坡移民 我不能讓我的兒子去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其實人的基本的考慮 我們是希望安定的 希望和平的 希望有愛的 可是我們對那個東西的研究太少 然後我們研究戰爭的這個問題 那時候我們很容易陷入誰對誰錯 我甚至認為誰對誰錯 本身都沒有那麼重要 因為人類整體當時的平均水平 就在那樣的一個狀態 我記得我小的時候 每次到戰爭的紀念的時候 我每次看的時候 我就會做一個算數問題 因為我們家有很多人都是數學老師 或者是學數學的 我說中國那個時候有多少人 日本有多少人 中國那個時候有多大 日本有多大 然後就我作為一個 中國的小女孩來講 我會覺得很耻辱 一個這麼大的國家 一個這麼多人的國家 然後被一個很小的國家 然後土地也很小 對嗎 人口也很少的國家 我都說征服嗎 打得非常非常的慘 我會覺得自己是一個耻辱 我從來沒有恨過 就是日本 我從來沒有過 作為一個小孩子 我最大的感覺是耻辱 就憑什麼 我們會這麼弱 但是我到現在為止 我還是覺得 中國雖然經濟上很富有 但是還很弱 因為甲午戰爭發生的時候 中國並不貧窮 中國當時的GDP在世界上 是非常高的 那我就覺得 那為什麼我們 如此的富有又如此弱 所以我就 我後來在Catch看的時候 我就說 實際上一個國家 當戰爭發生的時候 一定是愛的聲音和和平 愛的思想和和平的意願 最差的時候 這個事情才會發生 不管發生在哪兩個國家之間 如果這個教育沒有做好的話 最終戰爭就是會發生 那我們現在中國做得好嗎 然後日本做得好嗎 我有很多日本的朋友 我們前幾天在 在洛杉磯那個加州大學的 我們有一個英語講 因為我去幫忙 陪一半那些朋友們說英文 有日本來的朋友 中國來的朋友 我記得我們討論一個 就是你的童年最重要的是什麼 然後很奇怪的是 我們中國來的朋友 和日本的朋友 都沒有說到愛和和平 這兩個字 但是所有比如說 歐洲來的朋友 他們會很順利成章地說 最重要的是愛 最重要的是和平 所以我並不是說 我們能說出這樣的字 就一定能夠避免戰爭 但我們就可以看到 那個建設的教育 到底我們在哪一步 比如說甲午戰爭之前 我相信在座的研究歷史人都知道 我們中大清國的 買了很多船從德國 然後可是我們沒有修理這個船的能力 所以我們要修船要去哪裡 我們要去日本的三陵船廠 來修 是嗎 我到政治不知道 是的 他要去三陵的船上來修船 那好吧 我們從大清國開到日本 我們要在島上靠岸 原則來講 我們是如果沒有日本的允許 我們是不可以靠岸的 對不對 那好 我們上岸以後我們做了什麼 所以這段歷史 我們大家可以去查的 所以我們中國大清 我不是說中國吧 清朝的士兵和當地的人 發生了這個衝突以後 所以我記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這個日本當時國內有非常深的恥辱感 那這個恥辱感發生以後是什麼 他們要建現代化的海軍 在那個時候 清朝的海軍要比日本強很多倍 日本甚至沒有一個現代化的海軍 所以天皇當時下了一個決心是 我寧可每天減少一頓飯 要建我們家海軍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研究這個歷史的時候 要去研究 我們真的是在嘗試建設和平嗎 我覺得防備最好的一個防 我不知道 我一直覺得說 如果我們不想打仗的話 那我們就想辦法建設和平 這是一個巨大的事件 打仗開始研究不到 對 所以包括仇恨 我們有很多仇恨的教育 讓我們去恨那個日本人 然後也讓日本人去恨中國人 對嗎 或者鄙視中國人 我們會讓美國人恨 對嗎 中國的這個威脅 所以我在新墨西哥 我注意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我在新墨西哥做兒童和青少年的教育 那我的服務的對象 主要是墨西哥裔的孩子 和美國本土印尼安人的孩子 那我注意到的一個現象 就是文教育的問題 就今天我們提到一個數字 我前天我們還在重複 就是在一九四九年建國以前 一九四九年 是十六 沒過 不 我說的是 我們先說 要講中國 中國 中國的文盲率 那那個時候是超過 百分之九十的文盲率 而經過大陸 我們不說哪個黨派 我們只是說經過幾十年的努力 我們現在的文盲率是不到百分之十 可是我在新墨西哥看到的情況是什麼呢 它的文盲率是每七個的有一個 所以都是非常極端的貧困 極端的缺乏教育的情況 所以越是這樣的一個情況的話 你會發現這些地方的人就越想打仗 然後我去年是住在 麥斯基督斯 住在麥斯基督斯 沒有一個人我認識的人想要打仗 所以教育是第一位的 包括我們今天研究恐怖主義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經常會說 伊斯蘭是滋生恐怖主義的溫床 有很多人會有這樣的誤解 但實際上我們去看 是所有的伊斯蘭國家都在做這樣的事情嗎 實際上是文盲越高的國家 他們越會滋生這個恐怖主義 所以包括我們現在真的 我真的覺得說 也許希望有一天我們可以重新去梳理這個歷史的脈絡 就是人類怎麼從一個野蠻的互相屠殺的歷史 慢慢走向一個可以理解的 甚至可以立他的 而不是只是立己的 就是自私的一個角度去考慮戰爭 我就說最後一個就是 我們去看日本人怎麼治理東北 如果你們有機會去哈爾濱的一些歷史檔案館查閱資料的話 我建議大家去查當時的判案的條例 日本人治理東北的時候 是努力的在以法治的方向治理的 所以 他把它當成自己的國人 他把它當成他要派肯的樂園 對嗎 所以我們去看他當時的判詞 他整個的那個判詞的理性的程度 我們研究法律的人再去看看中國目前為止 一個判決的理性的程度 和法律的嚴謹度 就可以看到那個差別 所以我現在在想 可能我們研究 需要注意的不僅僅是誰對誰錯 或者誰強誰弱 而是怎麼樣本來可能走向和平的 然後會被別的力量打亂 我們怎麼樣去不做那個破壞的力量 戰爭的力量的犧牲品 我覺得那個可能更有價值 您剛才說的現在中國的文盲率不到10% 可是現在中國的民間所謂要打仗的呼聲 還是非常的強烈 這是為什麼 對 我們回頭來說這個問題 對 我們回頭來說這個問題 但是國時提問題不是要為他 根據是否準確 聯合國的體制 現在還要不獨立 這是什麼危險的 你知道吧 這是法式主義 絕對有騙法 聯合國是一個非常腐敗官僚的機構 我非常同意 就是剛剛這位女士講 那個美國原住民 任何國家 就像日本吧 日本本島的這個 殺一隻族殺的不是1%的一樣的道理 就落後民族 像美國當年打菲律賓之後 殺土豬也殺得很兇 那美國本土的印第安人幾乎殺光了 全美國 一直殺到20世紀初 印第安人非常可憐 可是他們是很可憐 就沒有 就是跟現代文化 這個沒有辦法 文明沒有辦法接觸的時候 真的是很可憐 因為我去過印第安人的這個保留區 我小時候還在Yuta長大 因為印第安人很多 到現在我有朋友 就當那邊的 我們去看管理印第安的區 他們住在Trainers Home裡面 男人都喝酒 沒有受教育 女人就是很胖的 吃得很胖的養小孩 他們沒有前途 沒有希望 沒有教育 所以這個問題是 不像我們中國人有傳統 有文化 懂得讀書 家庭 觀念 他們印第安人很可憐 他們真的 我不知道怎麼辦 這個問題 這是美國 可是他們的人口已經非常少 可是問題是 可能是沒有聽過 我上次講的百年國齒的歷史 當年我們鴉片戰爭是英國人罵我們 不是我們要打西方列強 西方人為什麼講和平 他們當了15代的富二代 北歐的國家 他們已經搶了500年了 他們當然希望和平 有錢人不希望去打仗 穿草鞋的 當然要去搶 可是回教分子 你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 他們是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都是回教徒 我有朋友去中東打仗 去了很多趟 他們那邊整直是殘暴 就是到今天是非常可憐 我給你講這個故事 他們如果說在阿富汗 他們那邊的人跟美軍叫握過手的 給他們抓到了 就把你手給砍掉 講過話了一時就割掉 你恐怖分子非常非常 不講道理沒有人性 這是回到了幾百年前的 中世紀的殘暴 殘暴性 這個中東阿富汗那一代呢 就是因為我們唐朝之後 打敗了高先之塔羅斯戰役 我們跟回教徒打仗 打敗了趙神兩百年之後 那邊全部回教化 包括伊朗阿富汗 本來是信佛教的 幸好今天西藏是信佛教 信回教完蛋了 我們中國控制不了了 這個問題不是說我們要和平 和平的話有些命令 我們清朝的時候 我們要和平 跟西方人不跟我們講和平 日本人其實也是 他們是跟了西方的軍國主義 來侵略我們 當然他們如果說 他們先是鎮壓 如果鎮壓不行的話 他們如果成功的話 他們就開始走和平路線 可是日軍的殘暴 是所有軍隊裡面 大概最殘暴 一個是日軍 一個是蘇軍 這個歷史可以查得到的 日本人不只是 什麼呂順大屠殺 南京大屠殺 新加坡大屠殺 馬尼拉大屠殺 就是所有軍隊沒有這樣做的 因為他們對他們自己也殘忍 他們動不動把自己割一刀 他們割別人 割對手是完全不會考慮的 那俄軍也非常殘忍 俄國人是因為有蒙古人的血緣 他們佔助民族 他們對俄國人抓了德國的俘虜 二戰之後 死亡率大概是四個人 就是給俄國人打工的 就打工的給你整死做死 死了一百萬人 而在歐洲強姦婦女的數字 是幾十萬人來算的 這就是歷史上面的 我們不可以反駁的 我們也希望和平 可是和平是希望建築 要互相尊重一下 要了解 我覺得剛剛阮先生講的 很對日本將來怎麼發展 我們跟日本是一定需要和平和解 就要看日本政府的態度 因為這個 就是我自己家裡的經驗 就是我的國父堂兄都是抗戰打死的 就是跟日本 就家裡最強壯 心裡好地去參軍 其實跟日本就拼掉了 因為當時我們沒有辦法 所以說我覺得還有哪位先生 有問題 有問題的 現在是 我簡單講兩句 現在的問題我們不能靠這個愛護主義來炒作你懂嗎 對 這個意思 就是我們現在日本已經是現代民主國家 在美國的這個赤道下 在馬卡拉斯的赤道下 它遮行的這個民主 這個是他們日本人自己承認的對吧 所以今天的日本也不是過去的日本 也看到這一點 另外我們自己國家現在在炒作這個愛護主義 真是很危險的一個事 這種不對的 由於他不敢公佈歷史 陳雲在內部講過 中共的歷史要公佈的話 一個的經濟全部解體 這就是這個分析 你明白嗎 因此在今天呢 中國如果不開始轉型 還堅持了毛澤東的路線 那就是法西斯化 對不對 那就是搞新的法西斯化 這很危險 我們絕對不能同意這樣做的 對吧 你現在你說你在搞個人迷信 你在搞自己的那個那個那個是不是 毛澤東思想萬歲 新時代了現在是 新時代 新時代 新思想 新思想是什麼 他有什麼思想 現在就是強軍要那個 強軍是對的 你可以強軍 但是你用不著去炒作 中國要打台灣 要打那個什麼南海 你打 試試看嘛 對不對 看了孔朗敏 你這個仗還沒打 你就要完蛋了 你以為你自己可以 做世界第二嗎 陶光隱晦是鄧小平講的 現在你要否定 那有的人講的話已經出閣了 你們知道嗎 那個北京市委書記蔡奇 他講了什麼話 他說 習主席 是挽救了黨 挽救了國家 放你媽來補屁 那誰不敢講 誰叫你 你這樣講 你就說明 江澤民 胡錦濤都是 反革命 反革命嘛 也就是說 鄧小平也說反革命嘛 你們在講嗎 原來可以在 原來講的說是四人幫 對 四人幫 你們在座的 你們敢發表這種意見嗎 你們不敢講 我可以講 是吧 批評這個東西 不能這樣看的 你幹了以後 你想到中國人民 你現在中國人民 你還要解決很多的問題 溫飽問題 醫療問題 上學問題 解決了嗎 你扶貧 你拿七千個億 你做了一些樣子 你沒有完全解決 螺絲到這個 現在的幹部 整個的一個關教體制 把中國人控死了 你知道嗎 這幫幹部 他們吃老不幸的 挖老不幸的 把錢弄到國外來 是這樣的 太子黨這幫人 他們恰恰是 壓在中國人民 是頭上的大上 所以說 如果問題 就要不解決 中國的政治不轉型 那 苦日之後 是吧 中國經不起一個經濟危機了 經濟危機到來 整個社會出問題了 好了 我講 我跟袁先生 幾個問題 就是 因為聽到剛才 不用不用 我想我可以聽見 就是剛才聽到陳先生的 那個 那個意見 就是說 中國現在 相對來說 經濟也很強大了 就是說 不說是人均貼 起碼是這麼多年 起碼跟 八十年代以前比吧 那一帶一路 這是算是習主席的那個 但是呢 中國本身的這個 也許我不該在這兒討論這個 但是 中國本身 像剛才陳先生說的 也存在自己的問題 那那個一帶一路 也是算是中國想走霸權主義的那個吧 不是霸權 就是說像 像世界 不是說做老大 也是說準備做老二吧 那我不知道 遠先生 你對這個前景 怎麼 怎麼那個呢 因為我本身 我覺得我本身也蠻矛盾的啊 就像陳先生剛才說的 也不喜歡中國的那種 中國那種政治上的那種 那種倾向吧 而且我們是從 我們是從文革過來的 我們看到過那麼 那麼曾經那麼樣的恐怖啊 紅色恐怖吧 那麼樣的 對人民的不公平啊 人民怎麼在那種時代中間 深重的苦難啊 我真正是到了那個 那時候中國最貧窮的那個地方啊 看到過中國人民的苦難 那肯定不願意中國人民回到那個樣子啊 但是當然今天經濟也發展了啊 就是說我不知道你對以後這種 你掌握啊 聽說我是個樂觀派 怎麼掌握啊 我認為一代就是值得做的 雖然投資效益可能有限 因為我們是個陸權國家 我們往外發展是一步一步 海權國家可以跳的 中國的疆界在唐朝就定了 唐以後一千多年 只有兩次化過 蒙古跟滿清 他們是起兵 所以它可以跨過高原 可以跨過沙漠 我們步兵呢 最大一個就到這個地區了 這一次 因為蓋鐵路蓋公路 跨越了地理的阻礙了 而且是鄰國願意了 因為他們要把東西賣進中國 以前要往外走 越南要反對了 越南要抵抗你 這一次他們開大門 原因是他們希望把他們的產品賣到中國去 所以這個時候來講 但是當然在一帶一路可能有浪費 可能有貪污 可能有投資損失 這個沒辦法 我跟海比開玩笑 我們中國上講 秦始皇水安帝是暴君 結果它蓋了長城的運河 對中國功勞是很大的 所以秦始皇水安帝是贊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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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能改進到實際上來說 我沒有細節 至於長遠的將來講 從政治上講 我認為我們這個民主是站起來了 就是平均的壽命增加了 平均的教育增增增加了 至於誰當權 誰是國民黨是共產黨 哪個人是黨的政權 是一死的 先要檢視這個民主不要倒下去 自己不要亂 不是 我是意思說 從政治上面怎麼來這個方向 他等不在跳過五十年吧 因為我去年確實 你不覺得永遠存在 我的感覺這樣 很多人問我 我是國民黨老代 很多人問我 1949如果國民黨在大陸會怎麼樣 我說那個前三十年會比毛澤東好 後三十年沒有鄧家平好 就是說我們好事也做不盡 壞事也做不盡 國民黨是個婆婆媽媽的 是是是 國民黨挺沒用的 打戰也搞不贏共產黨 搞民主也搞不贏民進的 但是現在的狀況是 我認為 因為大陸的整個群伐是 共產黨不見得無緣人成長 那個主席不見得能在國十年二十年 不知道 但是整個民族已經站起來了 民族已開 這個東西它也不能倒退了 這個是熱力學第三定律 我們有沒有學理工課呢 亂商嘛 商高嘛 熱力學第三定律下 這個輪量的傳播是擴散 是不滅的 但是不能回收 當你發射出去以後你不能reverse 老不信已經知道民族自由了 已經知道富裕了 你不能再回頭吃香蕉皮了 就辦不到了 你懂得意思 這個辦不到了 它可能貓哇叫什麼理論什麼的 它的事 上面做他們的 下面做他們的 我認為共產黨即時存在 也像我今天的國民黨也不是當免的國民黨 將來即時交共產黨也不是今天的國民黨 所以你對中國的那種 是經濟的共產黨跟49年的共產黨沒有本質區別 那不不 它也是共產黨 這樣啊 我常常講 我們共產黨的共產黨基本上兩種主材 邦輩分子 土匪加上知識分子 所以你對中國的民主進程其實不是很擔憂 民主是在黑的群啊 台灣民主自由法治的問題 香港是自由法治民主的問題 新加坡是法治民主跟自由有問題 OK 大陸現在三個個圈 加拿萬萬走啊 可能法治最後 我覺得我們的文化裡面對法治有益 有妨礙 我們中國的文化 基本上一切都講人情 富為之隱 子為富隱 就是大家認為這樣應該對的 什麼表弟犯了法 哎呀 表哥就算了 OK 這個是有問題的 這個可能要更久 但是我認為 大陸的投票自由會在我們這裡 我看不到 我今年76 30年這個應該有了 就是會走到今天的台灣 只是台灣以後什麼樣子 我也不知道30年以後 我常常講 國民黨比國民黨早成立了一代 所以國民黨來走國民黨老路 我跟你們的太長朋友拍下 因為我上國民黨太長 我到了大陸是你們的太長後來 我就說你們將來是被你們共權很高吧 我們就被我們救火大陸 OK 這種團派的人啊 是長官喜歡 老師喜歡 儀表整潔 談出清楚 詢問很好 內鬥內行 外鬥外行 這個團人就是這樣 我們台灣叫青年團 結果團 你們送 共青團 這些人都不是創業 去打天下的人 都是很好的公務員 很好的執行官 不能應付 無疾的 講給你們共產黨出問題 講說這個什麼 團派 沒有 中國團派還是不一樣 也是老師喜歡 也是老師喜歡 天天跑教導 不是不是不是 中國團派完全兩種觀念 我想我父親就是算是典型的團派出身 他是不是很豐功守法 不是不是 中國團派都是算是 中國團派所謂珊瑚嘛 就是中國第一屆那個 不是啊 但他們竟然選拔人贈 我們在座呢 都屬於 固類上層 比較上層 對吧 經濟條件都比較好 我們觀察的渠度 觀察的渠度 肯定是從好的這個方面去考慮 但是你要看到 忽略的問題 不是那麼簡單 蘇聯的教訓擺在裡 對吧 蘇聯那個時候也很強大 其實對吧 什麼都是在一月之間 現在這種突發事件 要正前兩天你們說 南京 我們三萬人上街 有不真的嗎 蛤 就是啊 就為了這個極致死 就把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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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不法上人 他這個搞極致死亡 搞這個錢 錢保網 錢保網一下子就搞了這個 幾千個億啊 上千億啊 幾百個億啊 然後受害的就是 幾百萬人 那後來就錢拿不出來 大家就保衛政府了 因為政府 譬如說 其實有一部分錢 還在銀行啊 購賺 他可能全部轉移嘛 但是政府不敢出來說這個 他說如果 要說給大家補償的話 銀行一天就倒閉了 那整個就是全國的經濟危機 就倒來了 這種很危險的 你知道嗎 所以 我們如果說 還以為現在的這種經濟 高速發展的能夠 試圖能夠技術下去啊 這個是不可能的 他那個試圖已經下行 現在已經了 這種預測在幾十年以前 我們在那個剛剛開了五十年代 我們做的調查研究 這種搞的科研 關於環境問題的那些代價 那個是國務院給我們的 都是照著批的 告訴你們 我們報告都寫了很多 這二十年以後 這些都是還不了的賬的 當時沒有人注意的 現在告訴你 報應到 所以我說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現在要看到 要做一些國家轉型準備 為這個人來考慮 以為你指示哥來考慮 我自己也有個問題 因為我一直很困惑 為什麼那個八年抗戰要打那麼久 而且也需要打那麼久 尤其是一個作為在戰場上指揮 所以我今天比較梳理一些了解 就是說一個戰爭裡面 有那麼多的暧昧 有那麼多的角力 有那麼多的以前不知道的真相 所以我不知道現在像老師們 有沒有一個結論 就是說這個八年戰爭的一個責任 是不是應該領導者 他應該要在這個歷史上 比如說他做一個錯誤的決鬥 要讓這個戰爭打那麼久 謝謝 我給你很快講一下 就是明朝萬曆年間 我們跟朝鮮 跟日本在朝鮮打戰也打了八年 也打了八年 那把明朝的整個國庫就拖垮了 後來明朝就是 威武審命有清朝 努爾哈斯這段時間統一了東北 他就可以來對付國庫空中的明朝 就說這個抗日戰爭當年我們準備了很多很多年 日本是查武之戰之後 日本就不斷地想要征服中國 因為日本從封城秀旗在1591年開始打朝鮮 你借到朝鮮入 大明就是要到中國去當皇帝 這是我們所謂的中國 後來日本的真寒論 他的田中奏折都是這個概念 因為日本它是擴張的民族 所以剛剛講的和平和平 日本人不跟我們講和平 我們怎麼能和平 當然中國自己不生氣 我們強得那麼長 唐朝把他們打趴了 他們九百年乖乖地待在日本的本島 三個島 後來他們把北邊的北海島下一族 幾乎殺光了 又佔給了北海島 那日本就四個島 然後戰爭他們拿了台灣 拿了中國給他賠了上億的銀子 又準備拿了東北資源 就準備把整個 就是在打蒙古 吞整個中國大陸買資源 而且這個戰爭 當年我們準備了很久 準備了幾十年 我們在德國人的幫助下 就想到了十九戰 這個戰爭是每一個戰 我們都因為日本人 掌武戰爭之後 二十一條他們就是熱戰爭 都在中國東北打的 進了這個就是到這個 後來一九二八年的濟南慘案 把我們外交團隊十七人全殺掉 我們的外交這個 我們當時算是外交官的叫蔡冰石 劉日格東京大學的 把他鼻子眼睛挖出來 很殘暴的 就是他這個錯法就是說是 而且殺了很多的這個 當年在濟南的山東的居民 因為他們不想北伐成功 所以說這個 這個1982年 所以說我們那時候 根本打不過他們 我們只能忍 只能準備 沒有辦法 因為那個年代是 今天可以不需要戰爭 除了對著 伊斯蘭古物分子之外 沒得談的 因為我很多朋友在 在美軍裡面 他們就回來講 在阿富汗的那個 伊拉克的情況 非常非常的可怕 他沒有辦法跟你去理性的 他說很多伊朗人 伊拉克人可以理性的談判 阿富汗人完全沒有 你們給他再好 再多錢 再有 再怎麼樣 他翻臉不認人 他的狂熱意識就太可怕 當然這個不講了 就講到我們抗戰 當年我們就是這個持久戰 就是我們贏不了他們 他們也贏不了我們 我們用命去換 沒有辦法的 其實我們真正打是 前兩年是大打 松戶會戰 太原會戰 徐州會戰 都是幾十萬大亭打 死好多 一場戰爭死下好多人 武漢會戰之後 兩邊都打不動了 武漢會戰是幾百萬人打 打到幾乎到山東 就戰線有那麼長 而日本就撤回去了 我們也撤回來了 幾乎就沒有打了 就1938年底 1939年幾乎就是 他們偶爾打一打湖南 因為湖南是中國的糧倉 他希望中國不去反攻 日本也打不過來 我們也打不過去 他們打同關也打不進來 他們打宜昌 就是打宜昌戰領的石牌 他們上不去 後來連戰力都不夠大 直到1944年一號最戰計劃 日本把他所有的軍力來打我們 我們就受不了了 我們就是兩個月 幾乎我們就全部被日本人佔領了 直到打到了貴州的獨山 1944年的冬天 都是山 獨山因為他在日本的補給 裝甲部隊上不去了 他撤軍 我們遠征軍回來 把日本就趕跑了 這個戰略是當時我們早年就已經制定的 蔣先生唯一辦的錯誤是我們打早了 我們打早說我們死那麼多人 所以說他很內疚 他不願意談 他是個性很內向的人 那毛又利用這個機會拿國學的政權 毛是個很會玩三國演義的 所以說這段歷史我只能這樣子解釋一下 我來打早 你也打他這問題 你的問題是說八年應該都為什麼打八年 這個責任在誰手上 是這樣 他戰爭到底多久 現在中國想14年 不是8年 原因是現在我們的理論出來 大陸跟台灣都同意了 抗戰是我們打日本 是老蔣在八一山打日本 所以中國現在改口了 他說從九一八算起 這個有點問題 不喜歡他 是這樣蔣打早了 他自己日記也寫 他打早了 其實八年抗戰後來是世界大戰的一部分 所以你要看這個世界大戰 美國跟日本打仗 日本也沒有打仗 是跟我們有關係的 所以從邏輯講不能拿我們去 拿他來跟我們討論 你看歐洲 歐洲這個戰爭跟我們無關的 就希特勒要怎麼動 跟日本人打不打 我們完全沒有關係的 希特勒是1939年打波蘭 40年打法國 41年打俄國 所以對我們來講最要緊是拿俄國 因為破了法國跟我們沒關係 就是如果講那個時候能夠看得出世界大事 等德國打俄國 日本打俄國 我們打日本 那中國在戰後就不是共產黨 OK 但是史大林起搞一組 他看出這個問題 就是中日 哪這三國 任何一個都希望另外哪個吧 所以史大林就叫中共出來提倡抗日 那我們中國人呢 因為九一八 所以跟日本勢不兩立 本來就要抗日 就是火上加油 所以老蔣那個先安慰後讓外 不得人心 但從蔣的立場 他這個安慰跟共產黨打是防俄國 也是讓外 換言之下 當年的第三國際的主張是什麼 全世界無產階級 起來保衛工人祖國 所以 所以中共也和世界其他共產黨 他們效忠莫斯科 效忠第三國際的 不是效忠本國的 一個很好的意思 你現在貨物圖書館 可以看到 當俄國跟張學良在東北打仗的時候 井岡山的報紙是支持俄國的 不是支持張學良的 換言之 中共在那個時候就完全聽命於第三國際的 中國跟俄共翻臉是在史大林死後 保守中跟Kursh 那到1950年的 即使1919建國的時候 中共內部有人主張是跟美國連的 毛兒最後覺得一面倒 這裡面最倒楣的這個人張其洛 他是最早共產黨員後來脫離 在1949年建國的時候 他去說復作義和平解放的一個大功 所以建國是中國人民政府的 國務院 人民政府委員 當時周恩來利用他 跟司徒雷登聯絡 最後一面倒的時候 說他是美國監諜 全家都搞得很慘 其實他是奉舟來自民 這個說語言 壞著 我們這仗是打招了 講要負責 在國的書上講得很清楚 不過既然打了以後沒有敗 那是講得恐怕 就是戰略政權 那不是就是說丟了個原子彈 假如美國不丟原子彈 不丟原子彈 日本也一定行 你知道現在的資料公佈 佛魯明要丟原子彈之前 美國有七個五星上下 要求他們建議六個反對 只有一個贊成 現在美國人公佈的時候 沒有講誰 一定是馬歇爾 因為他不簽字就不能丟 他是光部長 馬克森的回憶都寫得很清楚 他說你不丟也贏了嗎 所以聽到丟了原子彈 馬克森回憶講 說只有上帝知道 我們開了個Pandora Box 就說將來別人也會丟了 換言之啊 當德國跟意大利投降以後 日本是一定败了 是死多少人的問題 美國人為了減少人民的死亡 簽了亞爾達合約 將德國進來 你把越戰跟韓戰死的人加起來 美國人是不是划不來的 不要說我們中國大陸丟了什麼 共產黨搞吃多少人啊 就像美國人來講話 所以美國人做生意啊 只看現在不靠了二十年了 美國人政治也是這樣 身體上那個抗障 這個我們要講一句話 美國人是有責任的 就是冤長那個 1942月以前 日本的主要貿易國就是日本 就是美國 他有炸彈 他汽油 剛才全是打到州 全是美國都賣給他的 所以我們美國人要防止 日本有限度啊 為什麼開戰以後 就不要宣戰 美國人是有責任的 當時的執政者 七七四變大了 八一三打 就打到了 中央美國的大使 美國人是幹的嘛 幹的壞事嘛 美國人有個反省 就是這個問題 你懂嗎 當你正式開戰 然後交戰後 美國就不能辦 他靠日本那個支持他 他跟戰爭一起提起 我們當時跟日本沒有開戰 日本人沒有跟我們開戰 所以美國是可以兩倍賣武器 但是美國的中立法案是規定要現金 結果日本有錢 我們沒錢 搞搞搞搞搞 但他講1940 日本錢用光了 庚子賠款 還有這個甲午餐是賠的錢 這個時候 拿那個錢買武器來對付中國 下面就是王位幫我們了 當時宋志文是蔣介石的私人代表 大使是武士 在華盛頓 宋志文是哈佛畢業的 那個時候美國的財政部長 摩根索是哈佛畢業的 大概名分比算大一點 他們商量好 就叫同油貸款 你沒聽過這個故事 中國沒有錢買武器了 軍火了 怎麼辦呢 美國的銀行團 不是政府啊 借款給中國的上海商業銀行 也不是政府啊 借款給你 宋志文安排的 陳章 這個陳親自的 拿什麼做抵押呢 銅油 中國有銅油 美國需要 可是銅油還沒收成啊 明年的銅油 起貨 起貨 沒有這個起貨事成 他就等於是空投的嘛 就是拉偏向了 就美國幫中國了 但是日本人講到說 你憑什麼可以借錢給他 他說朋友 他推著哪裡 明年的收成 結果陳光浦拿到這個軍火 借給中國政府 中國政府拿來軍火 結果那個錢轉那一轉 如果美國政府去借給中國政府 日本還沒用 美國銀行團願意借給上海商業銀行 那跟我美國政府什麼關係啊 對不對 至於上海商業銀行 進了國民黨政府 那他的手我怎麼管 那是在珍珠港事件以前嗎 最新鮮 之前 同學界盤 結果沒有 從那邊同學交課 因為就打散了 第二年同學 那就是 日本和美國是最大的貿易國 對 他剛才有錢了 全部都是從美國 至於美國為什麼翻臉 是這樣子的 我們講說聽過一個昆仑官大姐 你沒聽過 昆仑官大姐 這個我一讀戰史 我的導師李將軍過去 他說你不能看政府的宣傳 你要看戰爭完了以後 雙方內部的軍事檢討 因為他在開會論功法的時候 不是將領啊 不能偏心的 昆仑官這一戰 我們叫貴南會戰 我軍戰後的檢討 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記過 集團軍總司令徐苑權降級 兩個上將 軍長杜律明 司長邱昆仁記功 這是什麼 打麻將打了十六圈 最後一把虎了一個大牌 因為晚上輸了 最後一把贏了 但是還是輸了 昆仑官是這樣的過程 日本要切到我們的舔越路 所以日本去打我們往西南邊 切到我們舔越鐵路這一邊 戰爭以後幾個月 都過打敗法國 法國准許日軍進河內 這條鐵路 這頭被他戰 這頭就不需要了 他撤軍 正好我們反攻 運氣好 抓到他的尾巴 他是自己撤的 但是我不知道他要撤 正好我軍反攻 那一次我們用的是 那一次我們用的是 俄國的坦克船 俄國的坦克船比日本的好 我們逮到他們一個旅團 這個不是很絕 我軍打仗啊 高級將官先走 日軍打仗 這高級將官後走 所以打死了他的旅團長 所以我們說消滅一個旅團 一個旅團是兩個聯隊 他前面一個聯隊已經走了 所以日軍戰只是被牵了一個聯隊 我軍戰只是說消滅他一個旅團 那錯啊 打死旅團長 把你的旅團司令鋪灭了 把你的軍伏虐了 你這個旅團當然我消滅 可是你說不是不是 我一半已經走了 可是我們想當然 把這個司令官打死他全軍覆沒了 我們打仗一定是司令官先走 他們打仗是司令官後走 這個兩個人到現在搞不幸 因為照法軍打破仁的規矩 軍旗被毀 這個翻號取消了 軍旗被對方抓到 這個剩下的部隊就變散了 不能夠保留了 這是恥辱 所以這個旅團不見了 所以我們就說 哎 我們消滅他一個旅團 其實人數來講 我們消滅他二分之一 所以我們是贏的 但是我們是整個貴難會才贏的 最後一次 就我講的 打了十六圈馬將士 贏了最後一棒 我們把大牌 到底算贏算輸 戰爭暫時是很難研究 大家剛剛講 現在是要發生問題了 因為抗戰的第二期是大夾仗 這六年 雙方都在練兵 日本把新兵調到中國來 跟你打個一年兩年就派到南洋去了 所以我們講的大夾仗是甚麼呢 我們守住了 可是戰後一看日本人的資料 他本來就不要佔領你 他來破壞你 騷擾你 這不是很久 我們中國戰史上有強加糧食的 斷起兩道 日本人知道他無法運走 他是破壞你的糧食 他不帶走的 他在燒你 所以他打我們不是收成的時候 他打我們是你耕種一段時間以後 已經不能再擦殭他來了 就把你的糧食燒掉 田裡的東西燒掉 你今年不能再種了 他來了 所以他不一定是秋天 中國人打仗是我來搶你的糧食 帶走的 他們不是 他們來破壞你的糧食 整個六年 日本的整個戰略只有兩個 一個封鎖沿海 不讓外國人幫助 一個保衛他的武漢 所以二級作戰不是連了武漢 他防我軍反攻武漢 其實戰略我們才知道 我們根本沒有反攻武漢的計劃 老人是想 你得把武漢的作戰中心 為什麼要守武漢呢 因為是交通 不在南京 在武漢 所以他打湖南打過六次 因為湖南有鐵路開動武漢 而且湖南有糧食 他幾乎每年來打你一次 所以你看戰爭要看整個棋局 不是說這裡放個地道放個地雷 那裡面去炸他一個鐵路 那什麼關係 要看整半棋 那他最終的目的是想幹什麼呢 他本來是拖進去的 就像美國人打越戰 他們開始實際上拿華費 結果中國人把整個戰爭打到了全國 老人就陷進去了 他們開始你知道嗎 戰後我們才知道 七跟八一散送 日本沒有打中國的全班計劃 我們倒反而有全班作戰計劃 他們沒有 這個不像田中周周可以把火燒掉的 這個是整個作戰計劃呀 嚇得到軍了 嚇得到私了 你懂得意思嗎 有計劃就有計劃 沒計劃就沒計劃 這個東西不是說 你可以一張紙可以燒掉的 日本沒有 所以他們後來說的是什麼 我們的戰略成功 這個戰略是誰的 就是我們有爭辯 我現在分三派 郭大軍這一派說 蔣介石自己想的 我不相信 我不認為他聽眾音響 蔣白 蔣白 我認爲蔣白 德國人 我們國軍的將領們告訴我是 法格尼哈森 法格尼哈森 那是德國的法格尼哈森 因為沒有這個資料 他們西方人有這種羅馬作戰的氣 他們有這種歷史 都錯了 是毛主席的論詞 毛主席的論詞 毛主席的論詞 我聽講 我有三股Apple股票 我寫文章說 Apple該怎麼進行這麼進行 Apple真不能說 是我 都沒有 毛那個是沒有軍隊嘛 就是白信員講 國軍不會聽他的嘛 他可能理論是對的 觀念對的 所以Apple應該這樣 十九三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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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實際上對抗戰的開始時是沒有影響力的 你講那個戰爭啊 你講說毛的那些論斷 有一點你要仔細想 他很好笑的 他認為人的因素是第一 他講那個話 實際上還是武器還是很重要 你懂嗎 怎麼運動 這個如果說你這個武器 我就告訴你們一個案例 朝鮮戰爭的最轉折的一戰 什麼意思是戰爭